- 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主机游戏速报 我是你们速报级灵讯啊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最新游戏试玩呢 是刚刚在这个steam平台上推出这个试玩版的一款动作RPG啊 名字叫做Soul Sticks 灵魂对白啊 这款游戏之前也是刚刚在这个克隆游戏展里边这个放出了他的这个展翅啊 收到了比较好的这个口碑 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试玩一下这款游戏啊 据说这款游戏是有点像这个鬼气的这样一款动作类游戏啊 我们今天一起来试玩一下 来 话不多说 我们一起进入游戏吧 自咬挖一键主要A跳跃 OK 啊 游戏画面还不错 I feel something I feel something 试琴和强威 这两个人好像都是一对姐妹啊 哦 这个试琴是个鬼啊 灵魂 姐姐说话呀 你没事吧 可我真是太迅了 那力量太强大了 不是你的问题 啊 这个妹妹应该是寄生在姐姐身上的啊 靠着姐姐的能量 OK 腐化者做骑士啊 她姐姐是一个腐化者 有两个奇美拉 我感觉到她的灵魂 她的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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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突然 她的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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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出发 哦 她这个 她这个视角是个固定视角啊 没有这个 调不了视角 你只能稍微调一下镜头 好 哦 有怪物出现了 按Y键使用挥刃辩护者进行攻击 哦 这个是主攻击啊 这个攻击快啊 你看到了吧 还可以在空中打出连招了 哦 这攻击非常迅速啊 好 按X键打出重击 可以 三个X可以打出一招连招啊 哦 可以 好 超凡残留物 需要出现小boss了 来吧 来个厉害的 陪我打一打 诗琴可以把不属于物理世界的超凡物体交互 按LT键 诗琴将激活招魂领域 使他父亲的任何超凡物质显现LT啊 招魂领域持续启动时会使诗琴产生疲劳 并导致它的无序值增加 哦 击中这个超凡物体无序值就会减少 OK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啊 如果诗琴的无序值达到最大等级 它就会进入扩载状态 啊 哦 就是会短暂消失 然后再回来 好吧 OK 诶 好 OK 收集齐啦 你可能会发现你的道路被碎片 或者其他残骸堵住了摧毁它们 这收集的这个红色的是什么 魂吗 应该是某种升级的啊 好像有红色的跟蓝色的两种收集收集物 哦 还是这个重攻击厉害啊 哦 他妹妹也可以打人啊 他妹妹按B键可以打人 好吧 我帅 这是不是还有一个 OK 好的 都干掉了 他妹妹 你看按这个B键是可以攻击人的 哇 这敌人好多啊 也有这个连击评价 看到了吗 在这个画面的左上角 不是右上角 说错了 吃我一招 这个重攻击 攻击频率有点慢 哇 敌人有点多啊 和谐值代表着强威和狮擒之间的联系 他们的和谐度越高 在一起战斗时的效率就越高 屏幕右上角的指示条 OK 当你战斗的时候 你可以获得或者失去和谐值 进攻或者防御都会影响这一进程 成功结合强威和狮擒之间的能力 会增加这个和谐值 要按这个B键哈 一边这个攻击 将和谐值提高到最高水平 来加强情 强威和狮擒之间的联系 当此条件满足时 就可以发动 发动毁灭性的斜同攻击 尝试执行 灰刃辩护者的备选组合技能 残暴突击 怎么执行这个 好 好杀 哎哟 感觉杀不完了 啊 又来了 OK 好干掉了 啊 这应该是第一关啊 两分钟黄金伤害 黄金 应该还算可以啊 不算太强 但是应该也不算那个 按这个左键可以切换这个痛彻赎罪 哦 可以换武器是吧 按上键是灰刃执法者 哦 这是一个鞭子一样的 武器 应该是可以切换很多种武器啊 哦 帅 帅气 哎哟 这里感觉要出现Boss了 对吧 我就知道这里肯定要 哎哟死了好多人哦 哎哟 哇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往哪走 从这下去是吗 啊 当招魂领域启动时 你可以攻击并摧毁 这里有什么需要 哦 哦 哦 不然这里是要爬塔 这里有一个 哎哟没打到 这个他这个领域你不能一直用啊 一直用的话你妹妹这个精神值就会过载好吧 OK 这里有一个 好 上来 这个视角不能切换不能自由自由控制确实有点麻烦啊哎这是啊 技能哦可以在这学习技能是吗 看一下强威可以学什么 急速升空哦先学一下这个灰刃辩护者吧 外外停顿然后再歪歪歪 向前移动向前移动然后歪 嗯 解锁个这个啊 看一下怎么解锁啊 好按x键获取 需要3500个 哇操直接就没没那个了 啊 切换到妹妹来学一下啊 进攻 协同攻击这已经解锁了啊 发动挥刃辩护者协同攻击可以大幅降低无序值 这可以学了啊240 哎呦也没钱了 那就这样了 好像都用完了 再见了哦 愿领路者照亮你们的道路 好吧 多收集点这个红色的魂啊 他所以他这个红色跟蓝色其实分别对应姐妹两个人的这个技能升值的道具 应该是往这走啊 好 从这儿可以直接下去吗 好我我刚差点以为我掉下来要摔死了幸亏没死 哎我怎么没打到他 好啊 啊灰刃执行者 我们刚才解锁的技能都是这个灰刃解锁者 好来了 OK 嗯 这怪物长得好吓人啊 哎呀 what the fuck 呃 还好我选了那个灰色的血啊 我操这是什么 躲一下 OK 哦 我妹妹把他给控住了 可以啊 好把他给扶空扶起来 好 好 这一套不错 他有时候这个怪物会在屏幕以外的方向打你 这个时候就需要妹妹来上一下 好 哦 妹妹还挺强 哎你还没死啊 来给我控住他 哎哟 上 哎哟 好给我控住 哎哟 哎哟 你还不死啊 该死了吧 好啊 哎哟 差一点点 泡了我一半的血 哎呦 黄金可以啊 评价还是挺高的 但是这个游戏 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冲刺啊 好像没有学到冲刺现在 哎哟 目前来看就感觉这个游戏好像 没有太多的惊喜啊 哎这里我们应该往哪走 往这 画面倒是还不错 哦 有一个强大的气场 完了 这里可能有 这里可能有boss 探索该区 这区域里边有什么 我现在手柄狂震 呃 连岸B 在哪儿啊 什么happening 哦 这儿 啊 是以前的回忆 对不对 应该是一些以前的回忆 马车 有一批人开着马车往这走 同一见过骑士们像今天这样 那里面的东西一定很值钱吧 哈哈 这帮随从 骑士 哈哈 谁再说话就拿鞭子抽 再说话就吊死 嗯 骑士团的士兵这帮人是 车夫 所以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灰刃骑士你们来这里干嘛 啊 啊 啊 里边到底有什么呢 光明之城这里原来是 啊 是在马车的内部 我 马车的里边好像封印着什么东西啊 哇靠 奇美拉 所有的一切都跟马车有关啊 可以 我们继续往前走 哦呦 哦 母矿脉是一个巨大的晶体层 可以让你获得数量惊人的残余物 让狮禽激活适当的领域 然后尽快摧毁它 啊 OK 好 哦都收集到了 然后呢 我们这是要往哪走啊 哦 哦 这里可以下去 哎 上边呢 好像 好 哎哎哎 我怎么直接掉下来了 我靠 这有一个 好 要先开开这个领域 好 在 经常需要借助他妹妹的力量 哦 哦 这里好像 进门估计有什么大招 大的要来了 大的boss要来了 估计 这东西好像 哦哦哦哦 这是什么 哇靠 这里到底有多少怪物啊 这个视角有点 这个视角有点 有点不爽啊 说起来 啊 好 我7点几了 来吧 哦他妹妹也挺帅 用这种法术 对吧很帅 好8.0的这个 铸石 钻石 钻石是比黄金高 还是比黄金低啊 哎 这里我们都杀完了 然后呢 往这儿走 是吧 这个固定视角 是有点不爽 要是他是 一处水晶 这里应该有什么埋伏 腐蚀在伊尔登漫延 导致晶体翻来成灾 而他们是无法用正常手段摧毁的 按下2T键 狮禽将激活放逐领域 这样他附近的晶体可以 放逐领域也会导致 狮禽的无序值增加 茂密晶体是青红色晶体结构 通常会阻止 所以这个妹妹 妹妹的这个 这个技能真的是很重要啊 多亏了妹妹 然后我们才能来打碎这个晶体 来吧 好 好 好 给他关了 别让我妹妹精神这个过载啊 我这什么人啊 这出来的是什么鬼啊 人头 人头 这是什么人头 什么身体啊 鬼魂一样 这能打吗 而且他们好像还是隐身状态 悲痛者 幽魂是由混沌本身形成的敌人和超凡物体一样 啊 必须要是他们在我们的招魂领域内我们才能打到他 OK OK 好 不能让妹妹一直放那个技能啊 放一会儿给他关掉 好吧 把这给站住 OK 干掉啦 白金 钻石 钻石看起来应该是比黄金要高啊 对不对 这里好像可以出去是吧 出不去啊 我该往哪儿走啊 这里可以砍掉 都给他砍了 都给他砍了啊 都是魂 哦 应该是往那儿走 那边好像又有一个新的钻石 来吧 好了 又出现什么啊 升级的 来吧 给我升个级 又是你们 怎么又是你啊 看一下这一次来个什么 这两个我都学了 那可以学一个这个啊 急速升空 XXXXX X加A键 6000 学不了 这两个我们都学了 这个呢 这是什么 这个也学不了 金币不够啊 这不行 这都学不了 我们看一下狮禽 我们可以学啥 防御 是不是可以给他解锁开一个 这要多少钱啊 这个好像解锁不了现在 为什么这几个都不让我解锁啊 那可能现在只能解锁攻击 重置 这个呢 960 但灰刃辩护者协同攻击后 会释放一连串冲击波 来吧 获取了 好 领域 这个领域好像也可以升级 可以加大领域的这个范围 然后降低这个无序值 OK 先这样 我不太懂 我怎么找你啊 你鬼鬼祟祟的到处跑 好想把他给砍了 但是NPC应该砍不了 诶 这里好像 其实还有一串这个 好 哇 好多魂啊 事情说希望可以停止杀戮 来吧 我们再来解锁一个 刚刚应该又收集到了一些魂 呃 5700 啊 好像不够 那个要 那个要6000 还有个要7000的 哎哟 解锁不了 可惜了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到6000 6000的话 我们就可以解锁另外一个技能了 这个解锁技能还是比较痛苦的 因为钱不够 要一点一点解锁 哎哟 这个地方到底经历了什么呀 这么残破 破败 破败 这谁能习惯 我本来想跳到那个上面的 但是它不太好判断 我直接掉下来了 哎哟 这里感觉是真的要大的要来了 一般这种特别大的场地 就是要给你上boss的地方 是吧 是吧 估计要有人掉下来了 哎哟 忽然 哦 帅哦 附魔者 哦 感觉很帅哦 他长得感觉太别致了 他的脸是个 他的脸是个 像鸟头一样的 然后拿着好像是个弓箭一样的武器 很帅啊 哎 我打不了他好像 打不动他 刚刚 哦 没打到我吧 我打不动他 为什么 是要开那个领域打吗 走 都让妹妹给我们拦下来了 对 我们要离得近一点 太远了 OK 挺好 妹妹都给我们挡下来了 哦 好像是要开这个领域 OK 哇 妹妹给我们挡 挺好 哎呀 妹妹怎么啦 我操 这需要干嘛 完了 要放人进来 都挡住啊 落开 哇靠 好难堵啊 哇靠 好难堵啊 哦 好 挡住了 把这个箱给占掉 啊 我靠 嘎 它妹妹这个领域 还得一直开着 我靠 他妹妹这个领域 还得一直开着 我靠 卧槽 这么帅 影分身啊 这我怎么打 我怎么打 OK 躲开 说我们太慢了 我靠 好 都干掉了 哎呦 没打到啊 没打完 来吧 吃我一招 打了一半血了 可以 这个boss学好厚啊 你他妈又放小怪 这个boss真的好耍无赖啊 小怪也他妈秒我 快挡住 好 走 走 哎呦 卧槽我要没血了 完了完了我要没血了 你这妈还有招数啊 你干嘛又有新招数啊 卧槽打武器了 好帅啊 哇 你妈这是什么 天空剑 别靠近要么摧毁他要么躲开 怎么躲啊 卧槽 这boss也太你妈牛了 又跑 这个家伙真的很烦 就是他妈一直跑 好 躲开 哎呦 哎呦 这剑击中了 哎 别放小怪了 大哥 哎呦 七八 大哥你是不是打不过 你就说你是不是打不过 哎呦 坏了 这是要干嘛 又有新招式啊 卧槽又分身啊 这你妈有点恶心哦 有点恶心哦 有点恶心哦 好 哇 躲一躲 好 还剩最后一个了 好 炸掉了 来 下来给我 死 死吧 啊 终于死了 白金 黄金可以啊 哦 这个boss 形态也太多了 可以给我们什么新的技能吗 哎呦 没死透是吗 坏了 哦 妹妹来了 挺好 怎么办 怎么办 哎呦 妹妹姐姐好像觉醒什么新能力了 哦 帅 哦 感觉这游戏战斗其实一般啊 但是这个过场动画啊 还有这个动作的设计都很帅啊 演出很不错 其实它是战斗手感我感觉一般般啊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现在解锁的技能比较少的原因 哎呦 身体受伤了是吧 怎么回事儿 要变身了 胸口突然冒紫光 坏了 要被侵蚀了 No 姐姐 我估计试完可能就结束了应该 是吧 啊果然试完结束了 OK啊 那我们今天试完就给大家演示到这里啊 今天给大家试完这游戏名字叫做Source This 然后叫做灵魂对白啊 当然是一款这个类似于鬼气的这样一款动作RPG游戏啊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下 游戏的这个试完版 目前已经在这个Steam平台放出了 正式版将在9月21号的时候解锁 好了这里是主题游戏速报 我是你们速报之灵讯啊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呢 欢迎评论收藏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